大家好,我是富麗市的Nick,我是南區的業務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Honeywell水冷器 它其實也是像節能減碳的新的綠能產品 它就跟我們紅營公司一樣 它們是太陽能光電,是外部由外 我們是內部的搭配這個水冷器在搭配你的冷氣使用上 它會比一般的電風扇會有在2度到4度的溫差 它的原理是說透過水在我們後面這邊 有一塊這個Honeycomb,一塊綠材 這個水流過這邊之後,一個強力的風扇把水吹過去之後 透過這個浸濕的耗材之後,水蒸發,把潛熱帶出來之後 就達出那個溫度就會降下來 我們電風扇用測溫槍測的時候,大概是30-32度 但是透過水冷器,一般的水不加冰塊不加冰晶的情況下 可以有28-30度的溫度 所以基本上會至少降到2度 如果你再搭配一些冰水冰晶使用的話 會有降到26度以下的溫度 這樣上對你說再搭配冷氣使用的話 會計算你相當多的電費 謝謝 這種濕它,你不是像那種水霧扇 噴出來的水霧扇,看得到水 我們這個不會,我們這個不增加深淵素 因為我們的Honeycomb,它是吹過去的風作 它水分子非常小 其實你感覺不到它 所以,不是像說你噴出來身體會吃 這個不會 這個不會 這個不是噴水出來的水霧扇 其實這是不太一樣的 它是已經蒸發出來之後 瞬間就蒸發掉 所以你才會把那個溫度降下來 達到那個效果 那它這樣水要加多少 就是一天要加好多嗎 一般這個,我們這個型號是20公升的 一天大概你運作八個小時 這樣使用大概可以兩天到三天再加一次水 對,因為這個水箱的話 像這台20公升的 它是比較適合放在一般 像是你的餐廳、客廳 稍微大一點的區域 啊,當然你從你的書房、客廳 甚至到戶外空間 都會有各種不同型號的水冷器可以使用 很舒服 會很涼 但是你要小台一點的 因為也有 因為這個普遍我們會有 這個因為它的風扇比較大 它要去把那個加壓 把那個風這樣吹出來 所以它聲音會大一點 所以一般個人使用的話 我們會建議你買小一點的型號 因為你說你在你的個人書房使用 你會想要一個比較安靜一點的環境 比如說你看書或是你在工作 有時候機器的聲音太大聲 可能會影響你的情緒這樣 因為畢竟這個是 它的馬達不像電風扇 它是比較強力的 它的聲音會有比較大這樣 然後這個按鍵是怎麼意思啊 一般來說這個就是我們一個啟動 之後它就風扇開始運轉 然後我們一般最主要的就是這個水冷鍵 這個cool mode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開始抽水運作 如果一般因為現在沒有水 如果水有正常有水的情況下的話 水會從這邊吸上來 然後就是經過這邊 跟這個循環 它水會一直降下來 水會一直降下來 像水幕一樣 對像水幕一樣 對 所以你看 其實你會感覺到有風在吸 對 但是這樣吸之後 透過這個 這樣吸過去之後 熱風 過去 經過這個水連 幫它降溫 一般這樣還可以 稍微過濾 你這樣室內的空氣 那個解禁 有點儲存 對 一點點 是 然後一般來講 除了這個就是左右的擺頭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 風速的大小這樣 啊 目前它功能是 定時 這是定時 對 這個耗電量 這個耗電量 這個耗電量很低 這個大概幾百瓦而已 這個大概 這台可能不到兩百瓦 所以你用一天 二十四小時不關電 大概五度電 五度電大概就是 假設現在六塊錢 三十塊一天電費 二十四小時運轉 三十塊錢 跟電扇也會差很多 跟電扇其實差不多 跟電扇其實差不多 比電扇可能多一點點 因為他們基本上 原理就是都是風扇馬達而已 它不是沒有壓縮機 對它跟移動式冷氣就不一樣 移動式冷氣它是有壓縮機 那個就會跟你的冷氣 會有一樣相同的耗電 但是這種 純粹就是 靠風扇馬達 強力的風扇馬達 跟那個 我們那個 叫Honeycomb的水連 下去相輔相成這樣 達到一個 降溫 那個減能 然後就是省電 減能減碳的效果這樣 那如果我把冰塊放在裡面 會不會降溫 可以 這個地方就是放一個冰塊的部分 假設你放冰塊 它可以出來的風 可以到二十五度左右 用測溫槍測 因為特立物他們 就會放一些冰水 冰晶什麼 我們有去用測溫槍 實際測過 它的溫度可以降到 大概二十五度左右 對 那就是會跟你一般冷氣 吹吹風就有差 平常的水大概降兩度 平常的水大概降兩度 就是大概二十八至三十度 然後一般的電風扇 沒有透過那個水冷循環這樣 它大概是三十度以上的溫度 在跑 所以其實你這樣一個 正負的溫差在跑的時候 其實 人體感覺可能不大 可是當你室內冷氣在跑的時候 其實這個溫度差的影響 對你的電費 就會有很明顯的改善這樣 電扇越吹越熱 這個會不會有 不會 因為電扇它越吹越熱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循環 它就是讓你室內的風一直在旋轉 可是我們這就是因為 透過我們這個 後面這個這樣 吸風過去之後 這個水連 把你那個溫度降下來 過濾空氣 所以它就是你的風出來 一定會 溫度是低的這樣 它不會是那個 除非你的水沒有了 它乾掉了 對對 它變成電扇 對對對 它變成電扇 所以就是夏天它水冷扇 冬天就當電扇用這樣 其實是一樣的效果 大家好 我們這裡是集川科技指華大師 那我們賣的是防滑劑 那我們步驟也很簡單 我們可以買回去自己做DIY 那就是塗抹上去之後 我們精緻十分鐘 然後沖水就完成了 那我們的防滑劑它的效果 可以維持兩到三年 那我們的防滑孔 它是永久的 塗抹上去它會有微米的防滑孔 它是肉眼都看不到的 所以它的不會改變你的外觀 磁磚外觀 那我們防滑劑是可以適用在 任何的石材地面 或是磁磚的地面這樣子 來我們先看一下效果 我們這個是因為我們會滑倒嘛 就是因為有水 那我們就算有水的話 我們也不會滑倒 這邊是還沒有做過的 這邊是有做過的 那我們請 請它來示範看看 因為我們防滑效果是還滿好的 因為我們浴室防滑它是還滿重要的 算是說買一個防滑劑買一個保險這樣子 那因為浴室有水嘛 那就是這樣子 還沒有做過的就是會滑 整個會往前滑 那這個有做過的話 就是會有止滑的效果 是動表演的還是真的啊 真的 真的 你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不會 我都怪滑死 假的 真的 不會 不會動啊 因為你的鞋子可能 因為你的鞋子應該有止滑效果 因為我的超滑的你看 那是表演的啊 沒有是真的 看好像假的 真的 是滑滑的 好啦 這邊噴多一點 那你再踩 你再試試看 因為我們會滑倒是一個重力往前滑 你的鞋子應該是反滑的 因為我的是橫滑的那種 因為是一個突然一個瞬間 然後突然從後面往前滑這樣子 對 所以我的服務操作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請這位妹妹幫我們示範一下 要怎麼使用她的使用方法 好 就是 我拿給你 我們 是賣這一整組的 就五小瓶包畫工具都有 然後使用的時候就是把這個倒在這個盆子裡面 然後沾取它 用塗抹的方式 十字一次 然後要等十分鐘 一定要十分鐘之後 再用水沖掉就可以了 那一本是洗蜜板還是怎樣 嗯 不要太髒就可以了 要保持乾燥 要保持乾燥 嗯 對 那樓梯可以用嗎 樓梯要看材質 可以拍照給我們看 我們會判斷 拍照不準啊 拍照可以 我們會有技術人員 我們會有技術人員幫忙做判斷 就是說看你的磁磚的材質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拍一張鏡照 一張遠照 那就是可以 仔細看一下你的磁磚的是什麼材質 然後去判斷你的防滑劑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的防滑劑是 依地面材質不同 有不同的防滑劑這樣子 對 如果你要溜冰的話 那溜冰的場所就不太適合了 對 如果說我們老人家在浴室啊 會有水嘛 洗澡可能會很危險 踏出來或是說 地上有洗完澡的泡泡 那也很危險 可以來買我們的浴室防滑劑這樣子 它的效果是永久的 你做任何清潔它都洗不掉 而且如果說你覺得它的效果偏低啊 就沒有一開始那麼好 你可以做徹底的清潔 它效果會恢復原本的那個防滑效果 基本上是不會 只要你有做過清潔 它就不會堵住那個防滑孔 對 我們是會在表面形成一個防滑孔 那它是微米的 比奈米還要再小 對 看不到的 你好 這是瑞士和奧地利原裝進口的 目前歐洲配管的新工法 安裝簡單 施工簡單 維修更簡單 但是可能要實際操作 那我現在就稍微簡單的操作 一開始我們只要鑽6mm的孔 鑽完以後 再加上這個東西 就變成這樣 只要6mm的孔 安裝下去 不用工具 直接用手插下去 就變成這樣 安裝容易 用手 用手 只要用 用槌子去槌喔 不用 所以你只要很簡單 孔鑽完了 鑽孔安裝完成 這樣插下去就完成了 所以第三個步驟 要維修 很簡單 只要一字起子 你就可以把它拆起來 維修了 好 我再稍微示範 安裝的方式 只要把我們的管夾 稍微打開 管子壓下去 它就自動扣起來 還有 這個如果經過熱水 會不會 塑膠再溶掉 這個材質 是目前最好的材質 PA66跟PA12 那PA12目前是所有 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塑膠 它可以耐炎 耐紅外線 紫外線 耐溶劑 所以你包括 他們瑞士現在在用的 -40度到110度 都沒有問題 也沒有說 久了 當然東西久了都會氧化 甚至鐵 不鏽鋼都會氧化 但是它的耐用度 比現在的PVC PVDF 都可以應付這樣子 像現在很多冷氣機的軟件 都可以用 可以的 目前它齁 我們的尺寸範圍 從8mm 就是0.8公分 做到適應區的管子 都可以用 所以現在很多冷氣水管 都比較 對 它可以改變目前台灣所配管的 施工的一些工法 會讓它更美觀 耐用 更省時 尤其 我們有配 兩支管子的 甚至三支管子的配起來 都非常的整齊 -漂亮齁 避免我們外牆 亂磚桶 漏水 而且亂七八糟 這樣子 而且這個 在台灣現在推廣多久了 大約三年左右 可是很多水電來不太知道 對 所以有些客戶 一看 他就說 你們是引進來多久 我們說兩三年 他也第一次才看到而已 他怕這個蛇管 你挖洞要買管的時候 要灌漿的時候 他會跑來跑去 所以你用這個固定了 這支蛇管 就不會跑來跑去 這是他們目前的工法 免師傅 只要你會磚孔就好了 沒有啦 那是進步的東西 大家互相參考 謝謝 你只要會磚孔 就會變成師傅了 對 對